各位姐妹,今天的四兄金句是 《青年人,我对你说,喜来伯》 《勞教福音7章14节》 各位姐妹,今天在福音 平日尼撒这一段福音的记载 充满着象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在立恩城,有两对人相遇 一对是离开这个城的,一对是进入这个城的 离开这个城的充满着哀伤,痛苦,死亡 无希望,是一个母亲,这个母亲是寡妇 他的独生子过身,真是在古代,在耶稣的时代 真是从这个妈妈,从这个女人出发的话 他真是一无所遗 全部是绝望的,他的生命没有出路,没有前途 所以一大群人陪着他,痛哭流体 但是进入这个城,是耶稣和他的很多门徒 他们到处宣讲,跟耶稣同行 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有一份活力,喜乐 在城门口相遇 相遇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擦身而过 但是耶稣把握这个机会 耶稣事常打破人间的左隔 他竟然在耶稣的主动 耶稣见到我们,痛哭流体,无望,辛苦,在痛苦之中 耶稣不会无动于衷 他动了怜悯的心 在这里,他上前,没有人要他 他一见到之后,他上前,禁了棺材 各位兄弟姐妹,这个生死的阻隔 即使今天,你去殡仪馆看看 你在彌撒里面,参加殡葬礼的彌撒 哪里有人走过去按着棺材 除了是五座佬 完了之后,也要给他一封礼士 昔日,今天是这样,昔日更加 但是耶稣跨越这些 耶稣是生命的主宰 接着他,他对那个尸体 一个死去的人 他说,青年人,我对你说你起来 对他说话,视他如有生命的人一样 各位兄弟姐妹,今天 我们用这个圣经金句 去听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我们每一个人内心 都有这个青年 我们让耶稣充满着生命的声音 来换醒我们内心的 沉睡了很久的年轻人 充满着理想的,充满着活力的 曾经不怕冒险的 不怕去面对艰难挑战 在灵性的路上 要成长的那个青年 再换醒 各位兄弟姐妹,天主叫我们 是要走成性的路 不是走一个平庸的 一个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这样算了 现实是这样,低头 不要有什么人生的梦想 不是呀,各位兄弟姐妹 青年人我对你说 起来罢 勞架福音七章十四节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